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坑坑洼洼的 所以容易藏污纳垢 用丝瓜让把它洗干净之后削皮 把皮可以切碎 备用 我今天用削皮刀削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削出来的皮直接就可以切碎 也很好切 给柚子刮皮的时候 那种芳香的油滋出来的味道 很舒服闻起来 因为柚子的表皮也可以提取优质的植物精油 柚子表皮提取出来的植物精油 是一种很好的香氛物质 然后呢 再把表皮上这层白色的组织切下来 再切成小碎丁块备用 这种小碎丁块不要切得太大了 太大了之后后期煮出来的柚子茶 就会影响口感 然后再把整颗柚子剥出来 果肉备用 剥柚子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有没有一样的 杨子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开过奶茶店 当时就有卖一款蜂蜜柚子茶 买的女生还是非常多的 我第一次喝蜂蜜柚子茶的时候 是不太习惯它这个味道的 但是喝的四处多了之后 就会对这种味道有些上瘾 剥柚子的时候 这表面的这层白色的皮是最难剥的 剥不干净的话 吃起来就很苦 终于剥完了 剥了一个柚子 里面这个籽 籽把它去出来 在外面买的蜂蜜柚子茶 我觉得他们的糖浆放的比较多一些 柚子成分非常少 所以喝出来都是甜甜的味道 柚子的味道就很淡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话 我就会把果肉的成分放的会更多一些 这样后期我们喝的时候柚子的芳香就会更足 更浓郁 以前卖了那么多杯蜂蜜柚子茶 但是都是进的别人的货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 今天也是第一次做蜂蜜柚子茶 希望味道是我自己满意的味道吧 说到进别人的货蜂蜜柚子茶的话 我记得那个时候买商城的蜂蜜柚子茶 很小的一罐大概也就200毫升左右 就要接近100块钱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卖蜂蜜柚子茶的时候 一杯零售价也比较贵一些 因为我们的进货价贵 所以零售价就贵一些 这个阶段把柚子和白糖全部倒进去 让里面的水分全部都蒸发掉 最后熬成果浆的样子就可以了 全程的话都用大火熬 这样水分蒸发的会更快一些 后期的话味道也会更足更浓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好终 recover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熬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 看现在像渣渣的样子了 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出锅了 水分蒸发掉后糖分就全部锁在里面了 因为柚子本身是有点苦有点甜的 它的苦味甚至还大约它的甜味 所以我们放白糖的目的就是让后期的口感 更加的香甜 然后把盖子打开让它放凉一会儿 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倒蜂蜜了 趁它放凉的这个时间赶紧吃点晚饭 还没有吃饭呢现在肚子好饿 今天晚上我妈妈做的是豆腐和南瓜 现在这个季节南瓜吃起来又甜又粉 然后温度降到70摄氏度之下的时候就可以加入蜂蜜了 因为蜂蜜如果用温度太高的话 它的活性和营养物质就会流失 所以我们要放凉了之后再加蜂蜜 搅拌均匀让柚子的渣渣和蜂蜜完全融合 当它成这种很粘稠的挂臂的状态就成功了 好喽现在就开始试吃环节了给爸妈搞一杯 我爸爸妈妈是第一次喝蜂蜜柚子茶 不知道它们的反应会如何呢 同样道理为了保持蜂蜜的活性不被破坏 我们在用水泡的时候也不要用开水 用70摄氏度之下的温水就可以了 用水泡水泡沙蜜的活泡 你喝水你不要骑我里面的那个 你喝水 喝水你不要骑我里面的那个 現在 現在 姐哥 哎呀 你滾 嗯 不死 回來 那是這麼好說嗎 好說 是好 你記點吧 你不要想查點 你幾歲就快了 小腹子 小腹子 她是小腹子 而且会烹饭米 放饭米 然后里面加个蜂蜜 这是蜂蜜 是蜂蜜 还是一种银莲 不能说买蜂蜜蜜的茶的时候 一杯是 七八块钱一杯 那还是七八年之前 前边都买了 二三十块钱一杯 蜂蜜蜜的茶 我老爸说要把里面那个柚子也要吃了 他说吃起来麻麻的 我说喝那个水 水 下面的那个柚子不用吃 他说那太浪费了 我妈比较喜欢吃这个味道 我爸说有点麻 那是因为他吃里面的那个柚子了 你多几乎呢 里面加的有蜂蜜 还可以通便蜜 每天做上起一杯 美容羊颜 喝起来 你这边把小银银银银银 喝起来把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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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今天第一次自己熬蜂蜜柚子茶 这味道感觉算是比较成功的 我爸妈也还可以比较喜欢喝 好了今天的蜂蜜柚子茶分享给大家 你们喜欢吗 喜欢喝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做哦 我是小银银银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